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在上週的更新當中 推出了全新的拉動的更動 想必大家都知道 你對應的職業去打對應的職務士會比較省力 比如說近戰打魔獸暗殺 遠程打法令 然後法師的話打冥法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我是聖劍去選擇打冥法 很多觀眾都有問我為什麼 那這邊來拍部影片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喔 首先呢我這一隻角色聖劍的技能是長這樣子的 一指四紅 那我選擇來冥法職務士來打的原因 一來就是我有指揮再加上小聖劍 那我下拉的時候我被圍毆的時候 我是撐得住怪物的一個普攻的 再來就是由於在冥法你如果使用物理近戰的話 你是有機會會被返平的 但是我有一招技能叫做神聖狂襲光烈術 所以說這一招的話是有一定的機率無視近距離屏障技能 那我個人認為啊至少忽略了50%以上的返平 有些時候返黑的時候還是會被返反 那反一次的話大概是150滴到200滴左右 所以說這個也是變成說我會在冥法這邊喝水的原因 洪水帶滿的情況下我在冥法職務士可以撐大概45分鐘左右 那有觀眾就會說啊是才45分那你為什麼還會來選擇來這邊掛呢 好我就來講一下 一來就是這邊的職務士裡面的玩家人數比較少 可能是因為有魔法大師的法師沒有到那麼多 就算有的話他也不一定會來選擇打拉洞 再來就是神聖劍士的技能當中 狂襲系列以及神聖風暴 可以下拉的神聖風暴技能都是魔法傷害 所以說我們要害怕的反平就只有近戰的反平而已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忽略反平的技能嘛 再來就是冥法軍王這邊的怪物都是不死系 所以神聖劍士還有一招神聖助導 然後這招是可以強化的 你強化高一點的話一刀的話 對於不死系的角色至少增加13到14點傷害 每一刀喔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比起我神聖劍士去魔獸或是暗殺 打的怪物多那打的怪物多的話 這個平陣的部分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基本上我在冥法打的平陣會比在魔獸暗殺 大概多1.5倍到2倍同樣時間的情況下 所以說我就是毅然決然決定轉到冥法植物士來打這邊的怪物 簡單來說就是我對這邊的怪物傷害打的比較快 並且我又有無視他反平的技能 然後這邊的怪物數量又多 跟他職業來講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去 不是你對應職業的職務士去打 比如說你可能妖精也可以來冥法之類的 只要你撐得住的話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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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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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譬いて